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是我们客家古早味的食谱 客家话叫做 牛腔肤 酸盘鸡 还有腔狗饭 通常客家菜有的是蛮费功夫的 所以比较少人会有卖的 假如我们没有把客家菜 扭传下来会很遗憾 因为这种味道真的外面找不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哈嘎饭是什么我生了吃的 基本上是比较较酥的 比较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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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较 当我吃在哈嘎 我开始认识 人们不懂哈嘎饭 他们不懂蔡豆饭 蔡豆饭 我认为蔡豆饭是很简单 这就变成了一部分 我们的家庭所建议 以前的客家人 他们主要是以农业为主 一家大小在家里 更甜 所以有时要煮多样菜 比较麻烦 所以他们就做太多饭 很简单的一大锅饭 大家可以一起吃了 现在的人比较重口味 加三层肉 香菇下去 味道会比较不一样 最后一大锅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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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大家回来吃一顿饭 看到孩子们开开心心地 吃我所准备的时候 我这一天的幸福 我也满意了 这是我最大的信念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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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